为啥你总是得罪人呢 因为你太没有心计了 告诉你与人打交道的三个心计 句句有料 一 以牙还牙 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住在四楼 五楼宿舍总有人往下泼脏水 有一次我刚洗好的衣服 就被他们泼的脏水给弄脏了 我拿起板凳就想上去找他们理论 但是我发现我干不过他们 于是我就想了一招 我拿起一盆水 顺着桥往楼下慢慢倒路下去 过了一会儿 楼下一堆人抱着弄脏的衣服冲了上来 我说我的衣服也被楼上泼的脏水弄脏了 正想找他们呢 于是这帮人就冲到了楼上 接下来就听到叮叮当当的吵闹声 我就在阳台坐在那赏个月 从此以后楼上再也没有人泼过脏水下来 有时候不是别人不帮你 而是没有共同的利益驱动 把你的困难和别人的困难绑在一起 自然会有人来帮你 把你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绑在一起 那么自然就有人帮你去实现你的利益 二 荣辱与共 当别人夸你说 哇 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 你回答 还行吧 这就是星际很一般的表现 星际高的人会怎么说 是吗 你的眼光太大了 这是你 毕童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